他原本是村子里最让人看不起的穷小子 村民一开始对他也是瞧不起 他因为家里穷啊 穷的下路连西部都找不到 这黑泥塘里捞出来的财富帮他找到了人生目标 本以为就此改变人生却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 那全是就是他们在吃我的鱼 世界上讲的实处他们在喝我的鲜 当时采了以后就说人一般看了 都不敢到这地方看 坚持还是放弃 看连云港市的周庚县 怎么实现一个穷小伙的逆袭